国奥运的南蓝队一向被视为是夺金牌的保证 但是这些奥运却出现了 包括上场慢热还有犯规平传 甚至出现了两队比数只差不到十分的状况 让许多球迷都因此捏了一把冷汗 今天的奥运看东森系列大化奥运名将单元 就特别来独家专访到前台湾南蓝国手杨玉铭教练 来为观众深入分析 谢谢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奥运看东森的特别单元 那么美国奥运南蓝队呢 现在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因为平均每一场比赛都领先对手30分以上 不过他们还是遭遇到一些问题 包括比赛的时候会有慢热的情况发生 以及在对战上频频有失误的状况 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来自台湾的教练 杨玉铭杨教练 他也有在美国执教经验 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来欢迎杨教练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我是杨玉铭 美国奥运队 虽然现在没有梦幻队的称获 生化人超级怪物 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一队也是当今NBA 数一数二的球星 那我觉得我还是把他们称为梦幻队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奥运南蓝队 连续两场都发生过所谓的慢热情况 也就是第一节都打得不太好 甚至在分数比数上也没有大幅的拉锯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怎么样来分析 我反而把它称为他们在寻找赢球的节奏 因为美国队他们现在要寻求三连报 他们一定会有压力 而且大家都说他们的超级巨星没有来 对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在国际赛 在国际场上跟NBA场上的节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甚至他们的用的球也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这几位球员他们的赛季完之后 他们才成军 其实他们的训练 我看应该也不到一个月 对 是不到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礼拜就上场了 对 所以他们要适应那个球 他们要适应整个国际赛的尺度跟节奏 其实他们一直在适应 第一场对战中国队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也是这个问题所在的 就是对中国队而言 因为这个比数 50几分的这个比数实在是太夸张了 而且完全暴露出中国队的弱点 请问中国队的弱点 你们专家来看 到底问题有哪些 其实我这 以前我也打过中华台北代表队 那我们以前只要到国际赛 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一些中国队在世界杯 甚至他碰到一些比较侵略性的对手 其实中国队都有一点畏惧 那其实我觉得中国队 他们是有身高优势的 其实他们应该要好好地运用他们自己的身高优势 可是我觉得在这几场的比赛下来 我觉得中国大陆国家队他们反而他们没有去运用他们的身高优势 而且他们的打法过于单调保守 对那基本上很多球队要去分析中国大陆的战术其实是很好分析 因为他们只有意见人会在得分点 他们得分点太低了 而且他们的攻击手段太少了 反观过来是不是因为美国队的打法现在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的情况 这两队的打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NBA的球员他们每一个球员一定都有投篮都有切入都有分球 对 他们每一项的动作都做得非常的扎实 对 而且你也不能去放这一个人放任何一个人去投篮 因为他们的命中率至少都达到70% 可是反观来看中国大陆他太过于打战术 所以他战术他一个play 24秒 他一个play 24秒他绕出来 他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去得分而已 就是他run了10几秒出来刚好传球到那一个人的手上 所以他们的进攻机会只有一次 可是美国队他们是每一点都是进攻机会 场上最热门的现象就是打完球之后 所有的对手球员统统都冲上去 要么就是要鞋子 要么就是要篮球来这样子签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为什么这次很可惜的就是 真正的明星球员 真正的top 10没有来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来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 个人的身体应该是有一些上市 因为毕竟NBA才是他们就是的战场 对那他们没有身体就等于没有身价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代表国家队 可是NBA他算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联盟 那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好 谢谢杨教练 观众朋友杨教练今天要特别为我们分析 美国梦幻队目前在战术上 以及他们的优势有哪些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继续为美国的男男嘉额的话 不要忘记我们也出了这个表 所以也希望观众持续来锁定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奥运看东森特别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